主席 主席 各位在場余會人士大家好 我是兩岸會議促進全會的楊曉明楊會長 今天很高興能夠在這個場合 能夠跟大家起來討論 關於陸籍配偶的相關權益 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在本次的說法當中 陸配取得身份證資格的年限已經從八年調整了六年 但是比起外籍配偶的四年期限 我們還是不經發現台灣現存法律上 對於外籍配偶與陸籍配偶 存在不公平的差別待遇 我們可以發現馬政府在上任以後 分別在國際中簽署了國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以及消民種族行事等等公約 而在這些公約當中都明確的表示 禁止一切對於原國籍而造成形成的差別待遇 因此我們對於各國跨國通婚的 來自於不同跨國通婚者的權利 我們不應該有任何的明顯的差別待遇 而應該一視同仁讓他們享有同樣的權利 在我們現況的台灣社會下 我們雖然發現陸籍配偶雖然在法律上 已經因為透過修法而富有工作權的權利 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當中就像阿嬌一樣 他們因為沒有身份證沒有任何戶籍 常常在實務生活當中面臨了求職處處碰病的窘境 甚至沒有工作而影響到他們的家庭生活 因此這些總統的社會現象都讓我們不經去質疑 必須要求政府重新思考 對於這個六年期限是否應該要重新訂定 最後我們懇請以人權治國為主軸的馬政府 馬總統以及陸委會等相關制定政策的機關 能夠對於外籍配偶以及陸籍配偶 給予他們相同而平等的權利 以保障他們在台灣未來的生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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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